台中县议员王佳佳的父亲 他在七八年前开始生活就无法自理了 但是依据申请外籍看护的八十两表检视 因为分数超过三十五分 就是拿不到申请合可 一直是频频摔倒 造成他髋关节粉碎性骨折 这才让他得以申请看护 那么王佳佳表示 八十两表实在是太过于严苛 一直到我爸跌倒了 然后骨科医生 他一看X光一照 这怎么可能 这当然没办法走路啊 你非得真的要到那种重大伤残啊 或者是 对的时候他才会 给你一些施舍 那种感受很差 说到病重的父亲王佳佳眼眶泛泪 病症及失能诊断证明书上 这个小小的沟 打在需二十四小时看护这一栏 终于可以申请到外籍看护 这是王佳佳爸爸跌倒 导致粉碎性骨折换来的 这个看护申请合可 他等了一年多才等到 其实王佳佳父亲王荣贤 早就罹患糖尿病 民国九十六年王佳佳结婚时 在台下舍不得女儿出嫁 忍不住掉泪的王荣贤 其实已经看不太清楚 之后糖尿病病发肾衰竭 先洗肾后患肾 病症导致末梢神经失调的结果就是常常跌倒 然后去恳求那医生说真的就已经这么严重 眼睛也看不见 然后也没有办法走路了 这过程当时心力焦脆 这个让许多家庭有重症病人 却申请不到看护的巴士良表有多严来看看 从吃饭到上厕所 洗澡走路到大小便控制 总共十项来评分 只要超过35分就无法申请看护 也就是说能控制大小便 也可以自己穿脱衣服 再加上可以自己洗脸刷牙 就已经超过35分 尽管完全不能走路 也同样申请不到看护 坐轮椅都没有办法申请到看护 因为你的手 你的手可以动了 你就不能申请看护 这样严苛的标准让很多人感叹 是不是要等到亲人完全失能 才能得到援助 是否应该开放外籍看护申请门槛 小市民的心声 政府听到了吗